李敖长女不跟一母弟妹往来!竟是老爸交代! 文坛大师李敖18日辞世!图翻社李敖脸书! 李敖金,18日早上离世,她与女幼王上新所生的53岁长女李文,接受媒体采访时,透露与父亲已经10年未见,现在就算她的人在台北,还是无法见她最后一面。 她更支援与同父异母的弟妹李勘,李晨完全没来往,原因有二,一是因为价值观不同,二是李敖在世时,可能为了顾及目前家庭,曾希望妇女不要见面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李文说道与父亲的恩怨情仇,先是坦言两人10年未见,提及一母弟妹,她以王不见王来形容,我们价值观不同,彼此没有互动。 父女10年未见是否可能出自小妈与弟妹的阻挠?她坦言不敢确定,不过也因为两人很少见面,父女间只剩血缘,当知道父亲过世的片刻,她没有哭,只是前晚忽然头痛。 李敖长子李勘,代表家属出面发表声明,将遵照父亲遗愿,不会举办告别式,一切从简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0803.18 她透露会想打亲子关系官司,原因有二,第一是为认祖归宗,第二她坦诚想跟小妈及一母弟妹争产,我爸的财产不多,可能一些房产或古董吧。 她的老婆,小妈,没上班,儿女在念书,还没开始赚钱。 比如说这一个大的牌,5%给我也心甘情愿,一毛钱都不给,我就不开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